这个肤白貌美的女子正是潘金莲 每当沐浴的时候总有一双眼睛盯着 这次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于是拿起肥皂脑的砸了过去 老爷想要偷溜被夫人叫住 为了解释青眼窝的事情 谎称去追偷心的猫撞墙上了 金莲怕得罪老爷只好说是误会 夫人看她无视声飞衣衫不整的 又发现了她求的姻缘条 轰然心动 驾性有亲 夫人将她关进了柴房 罚她砍柴墨米三天 此时老爷又找来 了达了对她的爱意 还想着拿她为妾做二房夫人 金莲作为丫鬟自恃不敢 毕竟还有夫人在管着呢 老爷声称马上就能求得一官半职 到时候由不得夫人不愿意 未免金莲以为她说话不算话 便先送了一个金手镯给她 金莲默认就当是答应了 看着金手镯感到十分惊喜 而这一幕竟被窗外的丫鬟看到 第二天 夫人召集了所有的下人 直言她昨天丢失了一个金手镯 金莲听后内心非常紧张 由于大家都不肯老实交代 只能一个一个地搜查了 金莲的箱子被搜后没有发现 就在她整理床铺的时候 偷偷地拿起了枕头下的金手镯 夫人想起床上还没搜过 于是派人再去找一遍 金莲作贼心虚地将金手镯藏在身后 奇料被丫鬟发现了 果然是你 我 打死你这个臭丫头 不知豪宅 她坦言这是老爷送的 夫人不相信老爷会送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看她不肯承认便继续打 还将她绑在椅子上 用长端来鞭打逼她承认 老爷看到后急忙拦阻 金莲希望老爷替她做主澄清 没想到老爷不承认送过她金手镯 还直言她胡作非为胡说八道 夫人听后更加气愤 打得金莲惨叫连连 老爷看不下去夺过长端 夫人这口气难以下咽 命人把金莲关进柴房稍后教训 这天 媒婆带着一个男人来提亲 而她正是卖烧饼的五大王 我看你这么老实 洞房之夜 前来与她洞房的却不是五大郎 这是潘金莲和五大郎的初次相遇 其貌不扬的五大郎对金莲一见钟情 看得她是目不转睛口水之流 然后在众人的怂恿下勇敢表白 金莲姐不知道要多少瓶金啊 金莲听后扑斥一笑 觉得这个大叔真好玩 面对金莲的戏弄 五大郎认真了起来 毕竟他也算是个富一代 只见他吹掉罐子上的尘土 将那五百两的碎营倒了出来 求金莲的好友平儿帮他做媒说清 平儿看他有这么多积蓄很惊讶 五大郎卖的烧饼是两文钱一个 这得卖多少个烧饼才能存够啊 他表示以后勤快点定能养活一个家 平儿知道五大郎为人老实 劝他还是想清楚点好 毕竟金莲之前说的只是戏言 看他心意已决变让他去找王婆 王婆是当地出了名的媒婆 口齿伶俐的王婆向夫人提亲 夫人听说五大郎只是个卖烧饼的 而且还没有店铺随地板摊 为了不让老爷总惦记着金莲 于是答应将金莲嫁给五大郎 五大郎听后很是高兴 此时老爷刚好走来 听说五大郎要向金莲提亲 瞬间脸色大便怒行于色 金莲得知夫人要他嫁给五大郎 大吵大闹得不肯下家 宁愿一辈子服侍在夫人身边 可如今夫人连聘礼都收了 任凭他怎么祈求也毫无用处 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而五大郎正在购置结婚用品 高兴地给大家发情简 许到金莲让大家都羡慕不已 金莲两天不吃不喝的 夫人怕他恶受了丢张家的脸 于是派人喂他吃饭 谁知他给吐了出来 这可把夫人气坏了 让丫鬟强行给他喂饭 甚至将碗扣他脸上 两个好友来看望金莲 见他受到如此折磨非常同情 由于他是卖给张府一世为奴 所以连熟身都不行 夫人知道老爷喜欢他 所以才让他嫁给五大郎 这明摆着是想逼死他 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嫁给五大郎 不过平儿劝他还是嫁了吧 五大郎虽然丑蛋却是个好人 而且还对他痴心一片 他不甘心就这么过一辈子 但是嫁给五大郎也只是权宜之计 最起码可以先离开张府 张老爷来到五大郎家里 还送了一些礼物 表明金莲是他早就看中的人 本来想拿金莲喂切剧为己用的 所以让五大郎和金莲做一对假夫妻 五大郎不肯答应 于是被众人抓住群殴一顿 还遭到了张老爷的威胁 他怕女儿和金莲有什么事 只能默认了做假夫妻的要求 看来这五百两银子是白花了 金莲梳妆打扮后来给夫人敬茶 居然将茶碗打掉在地上 夫人并未动怒还给他发个大红包 然后将那张卖身器还给了他 从此他就不再是张家的人 不受他们的百步冤枉 撕毁了卖身器后转身离开 花叫到了家门口 五大郎却一脸勉强地苦笑 王婆前来叫他去踢轿门 他竟触立着不动 众人开玩笑地说要帮他去踢 还没等他上前去 金莲就从花叫上走了出来 王婆看场面太过尴尬 主动要背他去拜堂 可他偏要自己走过去 两人拜过了堂后 金莲坐在床上发呆 五大郎则陪着大家吃酒 酒过三巡后众人纷纷离去 女儿懂事地去王婆家赞助 只为给两人疼的地方好办事 五大郎痛饮一杯后 晃晃悠悠地进入房间内 金莲看他过来想跟他说清楚 谁知他拿起被子就走了出去 随后进来的竟是张老爷 金莲不解他为何会到这里来 原来他是要来洞房的 这是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初次相遇 两人因一根竹竿而结下了情缘 西门庆自认倒霉正要离去时 潘金莲刚好喊住了他 对不起 公子 你 他看到走来的女人如此娇艳动人 顿时喜行余色一见倾心 没打着你吧 不要紧 没事 你打得好 金莲听他这么说奄然一笑 似乎感觉到他对自己有意思 于是找起了那根竹竿 西门庆捡起地上的竹竿给他 有始至终内涩咪咪的眼神 都从未离开过他的身体 看得他很是不好意思 此时王婆刚好过来 闲聊几句之后金莲便回屋去了 王婆看出西门庆对金莲魂不守舍 便请他到自家的茶社去喝杯茶 他问起金莲是哪户人家的娘子 他的相公是有名的丑八怪 就是那个卖烧饼的五大郎啊 五大郎 可惜 好一朵鲜花就这么插在牛粪上呢 西门庆虽然已经有一妻三妾 但还想在那一个新的妾室 声称可以出钱帮王婆装修茶社 王婆猜到他看上了金莲 不过金莲已经结婚没办法呀 但可以帮他留意一下黄花闺女 西门庆自从见过了潘金莲 整日茶饭不思像失了魂一样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那天的场景 就连妻子想要双修都被拒绝了 次日西门庆前来偶遇金莲 可始终没能见他出来 王婆见状把他叫到茶社 答应了帮他结识金莲 他自然是欣喜若狂 表示日后必定会有重险 王婆让他送些做兽衣的补品 然后又去找金莲帮忙 说是自己最近气喘严重 怕有什么三长两短 所以想先把兽衣做好 而街上的裁缝又漫天要假 听说金莲的火好 因此前来请他帮忙做兽衣 金莲欣然答应了王婆的请求 第二天便带着针线框前来 随后西门庆也进了屋内 这一幕刚好让人给看见 然后告诉了五大郎 王婆表示那屁股就是西门庆送的 刚好他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说罢便要出去给两人弄点韭菜 其实是给他们留下空间来谈情 此时五大郎已然找到 然后趁机闯入屋内 恰巧看到了西门庆在捡真线包 狗男女 光天花日真不要脸 王婆急忙进来解释 说是找他们帮自己做兽衣的 正准备做点韭菜来答谢他们的 根本不像他想的那么肮脏下流 正所谓抓贼要抓脏 捉奸要在床 西门官人的身份可不是他能胡乱说的 若被告诽谤的话 可能他下半辈子就要坐牢便抉择了 总之功难 寡女在一起就不行 五大郎愤怒地拉着金莲回家 不守负道的贱女 是啊 我是不守负道的贱女 从我嫁给你那天起 你就知道的 闭嘴 五大郎怕丢人将女儿赶出去 安抚金莲时竟被咬了一口 疼得躺在地上连连哀嚎 留下一点牙医都疼得这个样子 我求你 我求你别再提这件事 别再有这件事折磨我了 好不好啊 金莲认为他连个懦夫都不如 既然做得出为何还怕承认呢 他表示不那么做的话 张首出就威胁要杀了他们三个人 五大郎在拜堂那天曾想过放他走 最终没放并不是不敢而是不舍的 毕竟为了娶他宁愿花光所有积蓄 足见五大郎有多么喜欢他了 即使被他认为是懦夫也不希望逝去他 希望他明面上还是简点一些的好 免得被大家看笑话 金莲斥责他这个懦夫也要面子的吗 洞房那晚与张首出狼狈为奸 让金莲对他是痛恨至极 直言就算是跟西门庆有什么 他也不敢怎么样 五大郎不想再听到那件事情 对他又打又骂阻止他再说下去 两人在拉扯期间 武松刚好回来将他们劝开 跟金莲说大哥是个粗人 希望他不要怪大哥 他很难想象五大郎和武松会是兄弟 如果他能有你一半 这么怜香惜你 我就心满意足 打我 你要知道每次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当你是一头猪 一头狗位 王婆发现他和潘金莲有关系 正想要逃走被张首出拦住 警告他若是将这件事传出去 那么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王婆惊恐万分自是不敢 然后关上大门迅速离开 打我 你敢打我 金莲面对他的强硬无能为力 只能将愤怒积攒在内心 次日 王婆告诉了西门庆 原来潘金莲的真正丈夫是张首出 而那个武大郎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张首出 西门庆得知金莲被张首出弄到了手 纵使有万般怒火也拿他没辙 因为张首出刚刚被封为千户大人 外面街上都贴满了榜文即日上任 这让西门庆更加气愤 张首出在途中遇到户物倒露 便派人将那些名贵药材扔开 而那些药材正是西门庆家的 他希望张首出能给他点时间 将那些户物搬走以免有所损失 张首出如今身穿官服乘坐官教 直言不能因私人交情而破坏礼法 于是命人继续地扔开药材 张首出能得到千户的官职 全都是仰仗了花老爷的提醒 于是前来送礼表示感谢 还说三天后会到一批上等丝绸 到时候会亲自选几匹适合地送过来 花老爷想着马上就要开始踢球比赛了 刚好可以给下人们做新衣服 到时候就让丫鬟平儿去挑几匹 西门庆听说张首出三天后会到一批丝绸 正好能算一算药材扑损失的仗 于是派了两个人去报复 他们刚吹着了火折子正要纵火 张首出夫妇推门进来 夫人想趁花老爷还没挑的时候 自己先来挑些喜欢的丝绸 边挑还便抱怨花老爷是个财迷 两人将他们全部打晕在地上 正要走是看到平儿刚好进来 于是躲在门后面 在推倒货架将平儿押倒在地上 武松得知平儿被困在里面 急忙闯入熊熊大火之内 拼命地把平儿救了出来 听说张首出夫妇都在里面 金莲和五大郎瞬间感到很解气 平儿醒来后 表示自己只想着去救人 被打晕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 李中猜测可能是西门庆干的 西门庆和张首出一直在抢关座 张首出刚刚做了几天关就遭不测 想必一定是和西门庆有关 武松看他去找西门庆便跟了上去 西门庆原本只是派人去烧仓库 起料会闹出了人命 武松两人来找西门庆 西门庆自然不会承认 李中对他不依不饶地追问 让他觉得是在公报私仇 所以只能去找县令处理 县令查明此事与西门庆没有关系 将会严厉地处分李中 最终查出仓库起火原因 是摔破油灯烧毁不品引起 平儿又没看到有人打赢他 所以县令通过种种证据断定 这只是一场意外的火灾 于是就此结案 如今张守出已经死了 武大郎认为自己和金莲败过天地 便想着要和他做一对真正的夫妻 金莲不肯答应 武大郎只好这么做 你丧心病狂 你以为你这样就会得到我 你梦想啊 就在刚刚 潘金莲正在换衣服的时候 武大郎突然闯了进来 表示张守出已经死了 想要和他做一对真正的夫妻 金莲想起当初被张守出侮辱的时候 武大郎却在这里喝酒 因此觉得他没资格做自己的账务 而且看到他就感觉反备 金莲故意在他面前换衣服 可把他给馋得直咽口水 武大郎突然猛扑过去 要和金莲行周公之礼 两人随即挽起了猫捉老鼠 武大郎这个老色屁不可放弃 朝着金莲走去 逼得他拿起了菜刀 你别过来 过来我会杀死你的 武大郎将金莲强行按摩 任凭金莲喊破了喉咙也没人救他 三分钟后 两人眼齐息鼓喘着大气 武大郎表示既然娶了他过门 就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他 干什么 你丧心病狂 你以为你这样就会得到我 你梦想啊 全线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老婆 武大郎用真金白银依照规矩 三叔六里娶他过门 无论他是肯演好不肯演吧 从今天起 他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 武大郎让他按照规矩来服侍自己 还承诺绝对不会亏待他 若是有什么不检点败坏家风的事 那么就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武松踢球比赛结束后 回来看到金莲瘫坐在地上 得知是大哥又打了他 于是去拿药酒给他揉擦 武松的体贴照顾让他感到非常满心 于是投入武松的怀里寻求安慰 正在此时武大郎回来 拉着武松要出去走走 武松劝大哥以后对大嫂要好点 他马上要出差几天到城外巡视 没法再做他们的合适老吗 随后两人前去狮子楼喝酒 金莲想到武大郎就很生气 此时春梅过来找他 他跟春梅哭诉着自己的遭遇 表示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武大郎糟得了我 我不能和武松在一起了 我好喜欢他 春梅听后觉得很惊讶 感觉这关系有点乱了 金莲表示第一次见到武松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了 可是当时有张守处 才不敢告诉他心里话 后来张守处死了 他以为能重新做人 可以将心里的话告诉武松 但现在却真的成了他大嫂 自然是没脸在跟他说心里的话 金莲能感觉到他很关心自己 就因为自己是他大嫂的关系 他才不敢表达他 春梅劝他还是多往好的方面想想 既然现在真的做了武大郎的妻子 那还不如就好好地跟他过日子算了 可金莲想起他对自己那种行为 就讨厌他恨死他了 你又能怎么办呢 我们这些做女人的一出生 就身不由己了 金莲正要入睡 却看到酒醉回来的武大郎 我们从现在开始 已经是真正的夫妻了 来 跟我睡吧 你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会跟你睡的 看你嘴还能硬到什么时候 武大郎想跟金莲双修被拒绝 怒不可遏地实施了家暴 你这个贱人 敬酒不喝喝罚酒 非要我骂你不可 他要求金莲把家务活全部包了 每天洗衣煮饭一日三餐 少做一样的话就没好日子过 说罢便躺床上去睡觉了 金莲受到如此虐待自然不会顺从 次日 武大郎焦急地等待金莲给他送饭 却听人说金莲好像在面摊吃面了 可能是吃完了给他打包一份吧 金莲吃个面也不忘魅惑一下男人 你的水饺好不好吃 请我吃一个好不好 来来来来 这一幕刚好被武大郎给看到 怒火中烧的他急不上前 金莲被打后跑去衙门击鼓高撞 宪令令人将他带上堂来 我要告我丈夫武大郎 武大郎被带到衙门后 宪令问他是否虐打了潘金莲 他便声称酒后糊涂 看到金莲勾三搭四 所以一时冲动控制不住 金莲表示自己恪守抚导 是武大郎诬告故意打他的 两人在堂下争吵不休 宪令表示刚刚问过那个男人 只是和金莲多说了两句话而已 金莲借机求宪令让他们离婚 但宪令并未同意 最终叛武大郎三个月不准喝酒 让两人回去好好地过日子 夫妻俩互相撞告 反而让吃瓜群众有了笑料 回到家后 武大郎自知不该打他 表示以后还要过半辈子 希望都不要再吵吵闹闹了 金莲受够了武大郎 趁夜带着戏软想要偷溜 起料被武大郎给抓到 然后绑了起来迟到恐吓 直言他再赶跑的话就画画他的脸 次日金莲到西门药铺买消种药 付钱的时候同币散落一地 西门庆得知他买的披霜很奇怪 原来他想要跟武大郎同归于尽 正在倒入披霜的时候 西门庆前来阻止了他 你疯了这是毒药啊 西门庆劝他有什么事都可以好好说 没必要一心寻死啊 他认为武大郎根本没把他当做人看 只要留在世上就会受武大郎的控制 永远都摆脱不了生不如死的胆受 宁愿同归于尽也不想再熬下去 西门庆让他再忍耐一段时间 必定会有柳暗花明的那天 起码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他有个关心和支持他的男人 西门庆故意暗指自己 而金莲却想到的只有武松 但是武松与平儿两情相悦 面对金莲的表白不为所动 这个时候只有你才能帮我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你带我走啊 你带我离开这个地方 武松自然不会答应他 他将武松对他的关心当作是爱 可在武松心里他们只是疏扫关心 希望他以后好好对待大哥 那么就会尊敬他这个大嫂 若是他做出了对不起大哥的事 到时候绝不会念及亲情 我绝不会放弃 总有一天我会感动你 让你放弃所有的家属 跟我一起连走浪费 武大郎你别怪我 这是潘金莲毒杀武大郎的精彩时刻 武大郎摔下楼梯骨折后卧床休养 潘金莲便将下入了披霜的药端来 这么苦让我喝 良药苦口不喝算了 哎 你想疼死我 武大郎怎么也想不到药里被下了毒 若不是被逼无奈金莲也不会出此下策 他一口气将整晚药喝光 然后躺下来休息 大夫说吃完药会出汗 武大郎突然浑身颤抖起来 你这个爹夫 你给我喝的是毒药 不是 你想害死我 武大郎毒发后非常痛苦 手脚乱舞连连痛脚 金莲怕他的叫声惊醒宁儿 于是用枕头将他紧紧地捂住 宁儿听到茶碗打碎的声音 突然醒了过来 此时武大郎已经被金莲捂死了 看到武大郎那惨状 金莲被吓得毛骨悚然 捂住口鼻以免喊出声来 受到惊吓的他从屋里跑出来 然后来王婆家里敲门 啊 你把武大郎杀了 王婆表示杀人是要偿命的 金莲急忙求王婆帮帮他 王婆自然不会见死不救 于是两人回去再次确认 发现武大郎的确是死了 然后找来西门庆 西门庆听王婆说了此事 怕帮忙的话会连累全家 因此劝金莲还是去自首吧 金莲很是害怕不肯自首 在王婆的吉利求情下 西门庆装做一副怜香惜玉的样子 表示就将这个货杯在情字上面好了 由于武大郎是被毒死的 未免被武座和老九咽出 西门庆前来找和老九 和老九欠他人情未还 这次又给他了些银子 让他帮忙隐瞒中毒的事情 次日和老九来给武大郎验尸 众人都很好奇武大郎会突然死亡 和老九验过后表明是内出血而死 徒弟想说是中毒的症状被他给阻止 武大郎被火化后 将骨灰埋入了坟里 金莲看着武大郎的墓碑 希望这件事能尽快过去 武松得知后急忙赶回来 看到大哥的灵味伤痛不已 然后去祭拜大哥 却发现附近的树木都枯死了 然而几天前还是绿草如荫 这让武松心生疑虑 晚上他为了替大哥申冤 决定挖坟查探真相 此时金莲过来阻拦 可武松心意已决 表明开坟以后尸骨没有问题的话 他将从此出家为僧已数几拨 迎而也不希望他跌死得不明不白 金莲敌不过两人之言同意挖坟 武松挖开坟后 发现土壤竟然是黑色的 而且骨头发黑 这明显是中毒所致 于是来找和老九对峙 和老九被西门庆收买 因此不停地狡辩 让武松也毫无办法 金莲害怕他们会报仇 来找王婆求助 王婆认为他就不该让武松挖坟 现在还连累了西门官人 金莲听西门庆说自有办法 也算是能稍微安心一点 武松找韵哥问大哥死时的情况 韵哥想起那天有人说武大郎向中毒 却被和老九大喊一声给阻止了 想着可能是和老九被买通了 他断定下毒的人是李忠 武大郎一直反对李忠和银儿的婚事 那天还抓住了两人私奔 李忠便将武大郎推下楼梯 所以他觉得凶手一定是李忠 武松是要找出凶手替大哥报仇 金莲看到后很是害怕 还不停地产生幻觉 幻想着武松杀他报仇 吓得他花容失色大声尖叫 次日金莲心神不定精神恍惚 晚上只要闭上眼睛都会产生幻觉 总是想起武松兄弟俩找他报仇 他知道武松不查出真相事不罢休 觉得还不如说出真相来的痛快 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如此煎熬 只要有我西门庆就有你潘金莲 王婆突然绊倒凳子 打断了两人的好事 西门庆表示是自己太心急了 王婆跟着金莲跑出来 看他想要寻短剑急忙劝阻 还为西门庆说好话 劝他若是跟了西门官人 以后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可谓是名利双收了 王婆觉得他是时候向西门官人表示一下 毕竟西门官人的耐性也是有限的 金莲回家后多犯的思量 想起武松不但对自己绝情 还一心想着要报仇 而西门庆则时刻关心他 再加之王婆的从旁助攻 嫁给西门庆就名利双收了 也不用再受穷受苦被人看不起 既然上天让我走了这条路 我就再也不用我的双手打半滴水 潘金莲毒杀了武大郎后 能够全身而退摆脱嫌疑 都是西门庆在幕后策划 西门庆买通武座和老九 谎称武大郎是内出血而死 然而武松发现大哥是被毒死 是要追查出凶手替大哥报仇 西门庆便设计让李忠当替罪羊 武松经过多番的调查 将李忠给告上了衙门 武松查明李忠曾在西门药谱偷药 而其中就有剧毒披霜 李忠并不承认偷过披霜和杀人 武松又指他与婴儿私奔出走 后来被武大郎追赶阻止 他们在纠缠期间 武大郎摔下楼梯导致重伤 因此两人也结下仇怨 李忠在案发当晚曾登门造访 虽然他说那晚被潘金莲拒之门外 然后就跑到了河边去喝酒 但苦于没有人能够证明 县令便将他暂时收押牢房 次日武座和老九被传到公堂 他表示早就知道武大郎是中毒 故意隐瞒实情也是逼于无奈 因为那晚他已经入睡了 突然听见一阵紧急的敲门声 他开门一看 男人正是李忠 男人向草民执认 他说他已经傻似五直了 你还有个坑人 你胡说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为什么要害我 李忠感觉被冤枉而气不分 县令警告李忠不要再胡乱叫嚣 否则就重大三十大跪 和老九继续说道 李忠送他银子让他帮忙隐瞒事实 起初他不肯就被恐吓 若不肯合作的话就取他性命 和老九你为什么要害我 和老九 和老九表示李忠是衙门公差 在李忠的淫威之下只能隐瞒事实 李忠不明白和老九为何要害他 大人 我真是冤枉的 我真是冤枉的 县令将李忠收押大牢后 免除了和老九犯的错 要他在此安慰审结前 不许离开县城 且每天到衙门报道 和老九做了亏心事独自买醉 你别怪我呀 我也是逼不得已呀 此时李忠的妹妹刚好听到 前来与他对峙的时候 他却表明在公堂上说的都是事实 于是留下酒钱后离开 没想到被西门庆的人抓到 西门庆赏了他一些银两 未免节外生枝 逼他离开此地 和老九趁夜出城 却遭到了两人的追杀 最后被扔进了大海 西门庆杀了和老九而死无对证 在让王婆熟记你好的证词 那么李忠必定没有翻案机会 潘金莲觉得又害死一人而身负罪落 王婆让他不要心愿 直言西门官人为他牺牲多大呀 为了金莲 就连把我的生命财产都压上 我也在所不信 德郎如此 夫妇何求啊 金莲看西门庆对自己如此疼爱 不由得投怀送绑 西门庆也可谓是一场所愿了 五大郎毒杀案 下集更精彩 潘金莲与西门庆洞房之夜 竟被丫鬟隔窗偷看 随后与大家分享起来 五大郎百日之期还没过 金莲便改嫁给西门庆 两人还玩得热火朝天 三寸金莲是名不虚传 深深地吸引了西门庆 西灯后的画面不是一波房 次日 金莲太过劳累起来晚了 不过大夫人并未责怪她 自从金莲嫁入西门府 其他夫人只能独守空房 四夫人顿了人身给她补肾 西门庆自知冷落了她 于是正在补偿她的时候 对不起 不要紧的 你找我有事啊 金莲睡不着想找她聊天 又怕四姐不乐意 不要紧的 薛哥 金莲抢走了西门庆后 四夫人心里很不爽 正巧遇到一个报复的机会 她打发丫鬟出去收衣服 然后给金莲的燕窝里下腰 却刚好被丫鬟绣春撞见 于是收买了绣春保守秘密 二夫人前来找金莲聊天 正好看到那碗燕窝挺香 金莲便给她盛了一碗 此时西门庆前来 看到两人和睦相处甚是高兴 然而二夫人突感肚子疼痛 认为是金莲故意害她 金莲啊 你怎么这么做呢 大夫人将金莲给训斥了一顿 希望她不要是宠生骄 西门庆看二夫人中毒非常心疼 让金莲跪下来给她侦查认错 起料她故意打翻茶碗 将金莲的手烫得通红 然后装作肚子很疼 西门庆最为怜香惜玉了 见状让金莲先回房去 随后大家也都懂事地离开 给两人腾出空间来相处 二夫人觉得她也太偏心了 如果其他几位夫人做错事 她早就打了起来 这次只是让金莲侦查而已 那你我怎么样呢 我要她一撮头发 要她干什么呢 急着她 镇着她 免得她没大没小的 西门庆虽然觉得不太土 可避免被说成喜心厌旧 于是打算试一试 金莲被冤枉而很是生气 西门庆过来哄她 表示自己也很为难 毕竟二夫人喝了她那碗药就出事了 所以在没查出真相前 也要先给大家一个交代 金莲想起刚才侦查的时候 其他人在背后说她该死 就感觉受到很大的委屈 西门庆表示都要心疼死了 然后闻起了她的头发 说她的头发又香又软 想要天天都闻到 不过白天又要做事 因此想让她剪下来一撮带着 如此便可以日日夜夜想着她了 金莲觉得头发不可乱剪 但在西门庆的哄天之下 还是答应剪下一撮头发来 西门庆将头发给了二夫人 二夫人乐不合嘴 表示刚才已经查出是谁下毒了 原来是四夫人与丫鬟合谋的 于是西门庆对两人重重惩罚 四夫人不停求饶表示之错 由于这次冤枉的是金莲 这件事便交给了金莲处置 金莲并不打算继续追究 只想让春梅来顶替秀春 做自己的贴身丫鬟 二夫人误会了金莲很不好意思 然而金莲刚走出房门 她便拿起那搓头发放在鞋里面 这一幕刚好被金莲偷偷看到 也让她明白了春梅曾给她说过 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吃人的地方 每当她退一步别人就会进一步 直到将她推下悬崖才死心 一入好门深思海 你要步步为营 千万别让他们把你推下悬崖 金莲在府里只信得过春梅 她希望春梅一定要帮自己 春梅作为好姐妹自然是答应了 西门庆正与四夫人双修时 突然看到她身上长满红枕 吓得西门庆拂袖而去 这正是潘金莲的报复行为 西门庆生怕被传染 来找大夫人求安慰 此时潘金莲刚好找来 打断了两人的好事 金莲担心她被传染 想要帮她擦点药 她只好去金莲那里过夜 大夫人被冷落而寂寞难耐 西门庆携带家眷来到花府 参加平儿与花子虚的婚礼 当看到平儿的容颜后 她居然动起了坏心思 这天西门庆被封为父亲户 如今不止当了官 还有五位娇艳可人的气贤 真的是羡煞旁人了 可她并不满足现状 还想要打平儿的主意 于是和花子游合谋 花子游与花子虚是两兄弟 她不满花子虚接管花家产业 决定杀了叔叔 再陷害给花子虚 西门庆答应暗中协助 平儿顿好了补品之后 让花子虚端去给叔叔 其料叔叔正被黑衣人刺杀 花子虚推门而入 看到黑衣人跳窗而逃 叔叔已经被刺倒地 他猛地将匕首拔出 叔叔直接弃绝身亡 刚好花子游前来 看到叔叔已经死了 认定是花子虚杀害了叔叔 于是将花子虚告上衙门 花子虚表示凶手是黑衣人 他进去的时候叔叔已遭杀害 花子游却说大家都没看到黑衣人 只看见他手持匕首还留着血 县令决定将花子虚收押大牢 西门庆与潘金莲正在吃酒 突然听到花虎出事的消息 便在金莲面前装枪做事 武松发现花老爷衣服上有红土 猜测可能是与凶手纠缠石流下的 于是让大家四处查找哪里有红土 又拿了几件花子虚的衣服调查 平儿想要去探望 却被武松给拒绝了 次日 花子虚被带上公堂受审 县令看他始终不肯认罪 便传了花虎的下人天赋 天赋表示花子虚与老爷情如父子 最近还接管了花家的生意 不过前几天发生了一次争执 是因为农售倒塌的赔偿问题 花老爷回家后还大发脾气 这件事吓人们都知道 接着丫鬟燕桃被传上堂 燕桃表示二少爷以前好赌贪婪 将老爷最爱的花瓶输给西门庆 还说是他打烂的 李平儿上堂作证时 表明当晚他炖好了补品 让花子续端去给老爷 所以也没亲眼看到凶手杀人 不过我相公一定不会杀人 凶手一定利用其人 县令传花子游上堂 问起是否他亲眼看到花老爷被杀 是的 是我亲眼看见他杀死我叔叔的 他乱几岳大人 他不诬告我 两人争吵不休被县令阻止 花子游直言当晚听到叔叔房间有打斗声 接着听到叔叔的惨叫就冲过去 走到门口时看见叔叔躺在地上 而花子虚正跪在叔叔旁边 手上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匕首 所以我肯定就是他杀死我叔叔的大人 他乱几岳大人 我根本没杀过人 花子虚说当晚他到叔叔房间时 看见一个黑衣蒙面人正要跳窗逃跑 他就去抓住黑衣人 纠缠之间看到黑衣人手背有血痕 因此希望大人能找出这个黑衣人 要是再看见的话一定可以认出 花子游认为他处心积虑欺骗叔叔 让叔叔将产业全都交给他 当叔叔对他有所不满的时候 他就心生外念谋财害命 花子虚表示叔叔对他犹如亲生 早已将产业交给他打理 怎么可能会去害叔叔呢 两人在堂下争吵不休 县令看花子虚多次扰乱公堂 于是先打十大板以示成见 随后将他压下再审 西门庆风流成性 一妻四妾还嫌少 为了抢夺李平儿 支持花子游杀害叔叔 在陷害给弟弟花子虚 西门庆声称相信他是无辜的 将会说服县令暂缓判决 然后找出黑衣人为他洗脱罪名 西门庆回到家后 对着满桌的鸡鸭鱼肉毫无胃口 表示天天都吃这些都吃腻了 便吩咐厨房去做点素菜 天天吃山珍海味 吃多了也腻了 可不是 几人指脏骂怀 一指金脸整天霸占着西门庆 大姐表示官人每次遇到喜欢的姑娘 回来后就会坐立不安情绪不定 因此希望金脸也不要放在心上 武松查案发现红土是重要线索 于是到附近的红土窑去查探 果然看到黑衣人所穿的衣服 西门庆来找县令打探案情 刚好听到武松前来报告线索 花子游得知他们查到了张胜 若再这么查下去的话 必定会找到 西门庆让花子游给张胜一笔钱离开 却又派人挑拨离间要张胜小心花子游 然后告诉花子游明天就要被判决了 正当花子游以为这次死定了的时候 西门庆劝他还是越狱吧 等找到凶手和证据再回来投案 那也顶多是判一个逃狱的罪名 而且平儿已经失去了大哥 如今在失去丈夫的话可怎么办 他想到绝不能扔下平儿一个人受网 于是决定了逃狱 西门庆将这个计划告诉了平儿 今晚将花子游从狱中接出来后 让他们在渡头相会搭船逃走 平儿只能按照西门庆的来办 花子虚被救后逃出了大牢 西门庆派人接应 跑跑时刚好撞到了张胜 于是前去追赶 竟看到张胜与花子游争吵起来 原来花子游是杀害叔叔的主使 他忍不住冲了上去 当面与花子游对峙起来 花子游承认是自己主使杀害的 他想要拉着花子游去投案 却见两人都不会为他作证 如今又多了一条越狱罪名 这让他怒气直爆满 上去与花子游打了起 花子游不是对手掏出匕首 就在两人打个过程中 花子游被意外刺死 这时官差刚好巡逻至此 追着花子虚而去 这时张胜也被西门庆手下杀人滅了 平儿听说花子虚越狱后杀了花子游 正在被官差追捕 于是立马去找花子虚 西门庆想着他们若是相遇的话 必然还会来渡头搭船离开 所以让手下留在船上等他们上船 之后在途中将花子虚推下海 再把船弄成像发生意外一样 但千万要救李平儿 花子虚躲藏棺差时 看到平儿找来 他们会合后又看到西门庆 西门庆与武松打了招呼后离开 喜料发现了花子虚逃离 于是扔出一个木棍提醒武松 武松看到花子虚后前去追赶 春梅崴的脚儿摔倒在地上 让两人先行逃离 却遇到武松挡在前方 花子虚不肯跟武松回衙门 迟到与武松打了枪 两人大战了数个伯格 可还是被武松给制服了 要带他回衙门服罪 无论平儿怎么说 武松都不肯放过他 此时春梅一棒将武松打晕 两人便携手逃往渡头 他们进入船舱后终于安全了 可途中遇上了大风浪 花子虚在毒水时被推下大海 平儿想要去施救而被拦阻 由于海浪过大 西门庆手下辱华意外跌倒 被压在了木板之下 平儿将其救出后 好心的照顾让他良心发现 将西门庆的阴谋全部说出 平儿得知西门庆害的他家破人亡 表示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平儿从噩梦中惊醒过来 听武松说在沙滩只找到他和鲁华 不过鲁华已经死了 那么唯一的证人也没了 此时花子虚的尸体被找到 县令也不再追究他的杀人罪 狂风暴雨突袭而来 官差打算抬走花子虚尸体时 平儿急速奔跑过来 在暴雨中大声地痛了 声称一定会为他报仇的 这是西门庆迎娶的第六个老婆 他为提先夫报仇干做妾事 被人指手画脚也在所不惜 西门庆喜心厌旧 让众位夫人都心生嫉妒 不过只能遵从不敢反对 西门庆掀开平儿的红头盖 心急火燎的要和他动访 相公我们喝杯喝金酒吧 好 平儿面对仇人掩饰着愤怒 在喝过了喝金酒之后 西门庆想要与他进行动访 他立即说自己还是个新寡 百日未满之前要为花家守洁 西门庆自然是不太乐意 不过为了平儿还是答应了 因此只有打地铺 几人看这么快就熄灯了 感到非常的羡慕 金莲失宠而满脸不悦 次日 平儿送了西门庆最爱的白玉花皮 让西门庆喜出望外线上一蚊 惹得金莲又心生嫉妒 平儿将带来的嫁妆给大家挑选 哄得众人都甚为开心 金莲却呆坐着肝吃醋 即便收到两匹布料也难斩笑颜 金莲很不理解平儿为何如此 花子须百日之期为国就改嫁 殊不知平儿的目的是要复仇 平儿顺利嫁入西门府后 已经讨好了府中上下 发现大家都是各自为银争权夺利 因此他将慢慢收集线索看准时机 将他们的阴谋一个一个揭破 让西门府家吴宁玉 至于金莲虽然是他的姐妹 但若发现与他大哥死有关的话 也绝对不会留情 百日之期未果 西门庆只能继续打地铺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难受 不过情愿睡在地上 也不想去跟其他夫人睡 这天 西门庆与夫人们在狮子楼玩 左拥右抱歉煞旁人 武松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投入西门庆的怀里很不是滋味 几位夫人打算玩猜灯迷 谁赢了的话就能与官人同眠 他们在座的美人出一个题目 谁得分多就算赢 金莲机智过人连连猜中 被西门庆赏了一杯酒 由于天寒地冻 平而让春梅回府去 给自己和金莲都拿一件棉袄 刚好点的乐师又被人包下来了 李明自告奋勇要为大家弹奏 于是和春梅一起回府去情 春梅知道李明不怀好意 拒绝了一起同行 就在他回府途中 李明突然袭击想要不轨 正巧被武松抓个正着 于是将李明带回衙门 西门庆得知后 请了武松前来 大家听说李明侵犯春梅很惊讶 李明乃是二夫人的表哥 想着也不至于看上一个丫鬟 当问到春梅的时候 春梅默不作声 西门庆看出其中端倪 让武松将李明留下 又用眼神逼春梅不敢告状 西门庆回家后审问两人 两人各执一词 再加之二夫人强词夺理维护表哥 二小姐也出面证明 西门庆断定春梅惹是生非 要加法伺候痛达二十万 春梅大喊冤枉 今连与大夫人先后求情都无用 多亏了平儿替春梅说好话 这才指罚了他三逃 二夫人让表哥收拾包袱走人 可他仍然想着得到春梅 否则就揭穿他们做假账的事 二夫人无奈只好帮他 然后叫春梅过来吃饭 给春梅的酒杯里抹了药 春梅难以拒绝只好喝下 最终昏迷过去 西门庆手持长边前来 对着床上的男女一定有丰臭 门外站着的都是她的老婆 西门庆被二夫人戴了绿帽子 自然是手下不留情 随后将两人锁在柴房 其实这件事与春梅有关 二夫人为帮表哥李明得到春梅 于是在酒杯下了迷恶 还好丫鬟发现告诉了平儿 平儿便将计就计 最终三人喝下酒后同事昏迷 就下了春梅后 平儿将二夫人与李明脱光放在床上 等他们醒来时已经晚了 这才有了西门庆鞭打两人的场面 金莲猜出一切都是平儿安排的 于是偷偷来到柴房 发现两人被套住头 再被推入了井里 这一幕平儿也刚好目睹 次日 西门庆听到下人大喊着跑来 说二夫人与李明投井自尽了 西门庆查过旧账 发现两人中饱私囊做了不少手脚 因此认为他们该死 大夫人想着姐妹一场 打算在道观为她办一场法事 二夫人死后账目没人管理 西门庆便叫了几位夫人过来 要选一个人打理府中的账目 最终决定由平儿来接手 金莲猜平儿嫁入西门府意图不轨 想着会不会是来为她大哥报仇的 西门庆认为平儿不可能会知道的 因此也并没把金莲的话当回事 这天 西门庆收到了金师来的密函 她已经从提督大人同伙名单出去 这么一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岂料此时三夫人病逝 西门庆便对三夫人妹妹下手 打算过些日子就娶她做妻房 没过多久金师便来了巡抚夏大人 县令因给提督送过生辰纲 所以遭到革职充军 西门庆则免过疑难 还在府中招呼夏大人 美女县武让夏大人看直了眼 西门庆发觉她看向了妹妹那边 表示旁边那个是三夫人的妹妹小龙 还当众公布即将取小楼过门 夏大人突然恭喜起了西门庆 说是她快要被提升为正千户大人 平儿看她如此高兴 心想她也得益不了多久了 大街上 老宝看中一个卖身藏妇的女子 给她十两银子正要带回一红院士 被西门府的下人来望祖兰 来望借了十两银子给女子赎身 女子却非要跟着她 大夫人看来望对惠莲有意思 于是座主让两人澄清 之后惠莲便在厨房工作 四夫人想要讨好西门庆 因此让惠莲帮忙做到甜品 惠莲上街买红豆 返回时感到热燥难耐 停下休息时看四处无人 便捎解衣领山峰解暑 起料被路过的西门庆看见 西门庆竟被深深地吸引了 这是西门庆的又一次厌语 丝巾随风飘落在官人扇子上 女子想要回丝巾却被狂撩 这丝巾是你的 谢谢 这位姑娘长得这么标致 应该有很多丫鬟使唤才对 你怎么会亲自出来买菜 是没了 西门庆回家后魂不守舍 对刚才的女子念念不忘 就连下人都猜到她有了厌语 女子那销魂涉骨一态撩人的样子 让她的心直痒痒 却不知是哪户人家的 于是派下人出去查探一下 金莲端来刚做好的豆沙饼 她吃过后表示味道还不错 正当金莲索要奖赏时 四夫人也端来了红豆糕 西门庆尝过后赞不绝口 还让金莲也尝一尝 金莲舔了一口果真好吃 于是请教起了四夫人怎么做的 四夫人只是说放进锅里蒸一蒸 让金莲觉得她有些吝啬不肯教自己 实则这根本就不是她亲手做的 金莲早就知道是新丫鬟会连做的 西门庆看四夫人默不出声 就派人将丫鬟叫来问个清楚 又将四夫人给赶了出去 此时惠莲刚好过来 西门庆看到惠莲才知道 她正是让自己魂不守舍的女子 直言难怪做的豆沙饼这么好吃了 于是让他们先出去 要让惠莲教她怎么做豆沙饼 惠莲说是随便做的 其实也没什么秘诀 殊不知西门庆是想借机亲近她 还抓着她的手紧紧不放 得知夫人已经将她嫁给了莱旺 西门庆为她感到不值 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边了 夫人真是糊涂 莱旺对我一往情深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别无所求了少爷 惠莲想走却被西门庆拉住 正要对她意图不轨之时 金莲突然推门而入 其实她并非想救惠莲 这么做只是为了私心 怕再多一个女人和自己抢丈夫 扫兴 给我滚出去 惠莲回来后告诉莱旺 少爷想要轻薄她 莱旺提醒她别和少爷单独见面 要不是金莲闯进来 我早已经美人再报了 想不到在市集看见的那位美娘子 居然是我府中的丫鬟 这么漂亮的女人 下嫁给莱旺 简直太可惜了 下人为了帮她得到惠莲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谎称是要招呼夏大人 让惠莲去起居室商议菜单 惠莲想借机偷溜 起料被迷魂散迷晕 这一幕刚好被春梅看到 金莲让春梅去通知莱旺 西门庆脱去惠莲的衣服 正要与她共赴乌山时 听到莱旺在外面大吵大闹 下人阻拦不住被她闯进来 看到惠莲迷晕躺在床上 她气急败坏地持刀挟持西门庆 还斥责西门庆的为人 她一亲二楚 除了夫人是明媒正娶之外 其他的妻妾都是用卑鄙手段抢回来的 二娘本是戏般的戏子被她留宿 然后给迷晕后生米煮成熟饭 三娘因为体弱多病 时常到西门生药铺看病 她就故意亲近横刀夺爱 逼得她那个同窗寒恨而死 三娘死后尸骨未寒 就立她的妹妹做妻娘 四娘本是陪嫁过来的丫鬟 被她看上后在厨房给办了 西门庆当众杀死来往 吓得大家惊声尖叫 惠莲被拉开后 让人抬来望到后山去喂狗 西门庆命人把惠莲锁起来 稍后再慢慢地收拾她 晚上 金莲推开房门来就惠莲 还拿了些手势让她离开 让她觉得西门府除了金莲 没有一个是好人 她仍然想着去报仇 不过金莲劝她还是远离清河县 否则可能会性命不保了 她在逃离途中精神恍惚 突然摔倒在地上 想起了来望惨死的场景 于是决定撞到西门庆 下大人开堂审礼 西门庆下人直言惠莲一厢情愿 对少爷心存非分之想 下大人听后直呼有礼 西门庆表示惠莲对她表白遭拒绝 就怀恨在心误告报复 而且他们夫妇携带四头 可惜只抓到了惠莲 让来望给逃跑了 金莲上堂作证时 否认了送给惠莲首饰放她离开 而那些首饰可能是她偷的 下大人听了众人的证词后 断定惠莲伙同来望 偷窃西门府中财物 还胡言诬陷可谓最大恶极 在西门庆的求情之下 下大人盼惠莲不得踏入清河险 惠莲自然不肯罢休 走上了城楼 西门庆正要离开时 又听惠莲大声说道 西门庆 西门庆不与李慧进入轿子 奇料此事会连跳了下来 刚好摔在了金莲的轿子上 吓得金莲花龙失色 回到府中 金莲被西门庆狠狠鞭打 还说这么做是太爱她了 西门庆继续地鞭打 众人纷纷进来劝谱 这才饶过了金莲 金莲不愿平儿猫哭号子甲慈悲 平儿只好无奈地离开 金莲这次放回莲是存有私心的 怕多个人而分了西门庆对她的宠爱 她更将这些怪在了平儿身上 做好人根本就没有好报 我不要再做好人 我不能输给她 我不能让她抢走我的地位 我不能让她抢走少爷 我不让你走 我要你在这里陪我 平儿装作酒醉的样子 魅惑西门庆与她刑仿 只为保住腹中的骨肉 而这个孩子正是她先父的 平儿嫁给西门庆也是为了报仇 却不得已失身给花家留下血脉 从此她的复仇计划才正式开始 自从西门庆真正地得到了平儿 两人当众秀恩爱让金莲极度不已 到底平儿有什么法感 会令相公对得那么神光天堂 她为了把西门庆从平儿那抢回来 打算在葡萄架那里进行约会 而且还找人算过今日午时 只要与相公行房定能怀孕 有了身孕自然就可以母平子贵 四夫人刚好偷听到 让平儿一会装晕 自己去找相公阻止金莲的计划 西门庆来到后院的葡萄架 金莲口含葡萄的姿态美艳诱人 令她神魂颠倒血脉膨胀 随后金莲又将葡萄喂给她吃 两人正在荡秋千的时候 听到四夫人大喊平儿晕倒了 立即起身跑了出去 恭喜千后大人 尊夫人有喜了 西门庆得知平儿有身孕欣喜若狂 殊不知孩子已经有了一个月 就连大夫也是提前疏通好的 大夫人来药铺给平儿挑选补品 金莲就趁机出去透透气 却偷拿了一包藏红花 起料被春梅给看见了 春梅不耻她的所作所为 为了争夺地位连好姐妹以外 她虽然说只是一时冲动不会争作 但是春梅也并不相信 要是平儿和她的太儿出了事的话 我一定会将今天的事说出去 你威胁我 你走 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 金莲把春梅当作好姐妹 却没想到她不肯帮自己 这天金莲找平儿聊天 春梅刚好看到平儿在喝药 立即将那碗药给打翻在地上 她以为是金莲想要害平儿 殊不知那是平儿喝的安胎药 春梅误会了金莲而申表歉意 自从平儿怀了身孕 大夫人就亲自帮忙熬制补品 却因操劳过度晕了过去 众人在外面等着大夫的诊断 突然听到西门庆哈哈大笑 平儿 有多个人和你谈儿女精了 月娘和你一样 有了身孕了 真的 是啊 现在大夫人和平儿都怀孕了 这让金莲等三人更是被冷落 四夫人为此来找王师太求助 王师太曾给她算过命中无儿女 因此建议她收养一个儿子 这样的话就可以母瓶子贵了 母瓶子贵 到时候我就可以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了 这天 四夫人来到西门生药铺 突然装作头晕的样子 恭喜少爷 四夫人有喜的 真的 而且有了三个月了 恭喜少爷 西门庆听到喜讯非常开心 直言怎么怀孕三个月都不知道了 她解释最近总在厨房忙碌没注意 西门庆让她以后要好好休息 西门庆叫了众人出来 将四夫人有孕的事告诉大家 大家纷纷恭贺起来 你们两个 以后要争点气 三个月没上我家去的怎么争气啊 西门庆对怀孕的夫人是疼爱有加 全部围坐在自己身边 让金莲与七夫人担心了起来 七夫人最不受宠 怕金莲要是在怀孕的话 那她在府中就更加没有地位了 正当她为此烦恼时 听丫鬟说有个道长施法很明艳 于是找了这个道长帮忙 道长便给了她三个稻草人 施展妖术对付三位怀孕的夫人 西门庆的三位夫人先后怀孕 这让七夫人心怀极度 为了加害她们竟偷偷使用妖术 将富有生成八字的稻草人插入银针 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今晚吃饭的时候 就能看见你们痛不一生的样子了 这一幕正好被平儿看到 妖术刚施展她的肚子便有了反应 丫鬟怕再拖下去她与胎儿会有事 劝她还是去告诉少爷吧 平儿来到七夫人房间 将自己那个稻草人的生辰八字调换 我就将计就计来个借刀杀人 令西门庆这个狗贼绝子绝孙 她想起大夫人是唯一的好人 而且对她也非常好于心不忍 此时丫鬟通知她有人来了 两人便急忙离开 晚上西门庆正在为给孩子取名烦恼 大夫人突感肚子疼痛 平儿健壮也装作肚子疼 就是为了让七夫人以为计谋得逞 到时候在设计让她露出马脚 大夫人因胎而不稳需要休养 只要不动胎气便有无事 平儿不希望大夫人有什么事 于是将大夫人的生辰八字调换了 与此同时 七夫人来找道长 不解为何四夫人却丝毫没事 道长对自己的法术自信满满 想必只有一种可能 我怀疑那位夫人 根本就没有怀孕 七夫人听后恍然大悟 决定揭穿四夫人假怀孕的事情 那么就会少一个人跟自己争宠 四夫人睡午觉的时候 摘掉了腹部的垫底 这一幕刚好被七夫人看在眼里 由于明天他们将去道观烧香拜佛 七夫人让下人帮忙做手脚 将四夫人假怀孕的时间发 他们打到回府时 大夫人的轿子窗帘坏了正在风雨 四夫人怕她受不了炎热 让她干脆做自己的轿子好了 却不知轿子被做了手脚 四夫人去捡掉落的手链时 轿子正好破裂开来 大夫人摔在地上 而且还流了很多的血 四夫人则被轿子压着 被救出后竟意外漏了血 你这个贱人 相公 压进去 大夫人的胎儿无法保住 伤心欲绝地落下眼泪 西门庆怪在了四夫人身上 认为她故意把轿子弄坏 让大夫人做 她并不承认 觉得是有人嫁祸她 自己 你这是怀疑我们了 相公 你说我们神像那么狠毒的人呢 西门庆认定她就是罪魁祸首 于是对着她狠狠地鞭挞 她求平儿替她求情 其料平儿也想着除去她吗 你们几个人都想害我 你们全都想我死 西门庆让人把她拉过来 对她是恨之入骨 现在只给她两条路走 要么报官要么削发出家 看她不肯选 便亲自拿起剪刀 将她头发全部剪断 然后把她送入尼固庵 从此不许踏入西门府一步 如今大夫人的胎儿没了 四夫人也被送往尼固庵 接下来七夫人只剩下一个敌人 李平儿 你别那么得意 以后我就集中精力对付你 不然你还以为我孟小龙是善男性女呢 相公你头上有针呢 怎么会这样 哎呀 我的肚子好疼 我好像也觉得被针扎呀 平儿趁西门庆酒后给她试针 在故弄玄虚称有人施展妖术 西门庆想到可能是潘金莲 于是前去金莲的房间搜查 金莲不知何事很是疑惑 下人表示没有搜到任何东西 西门庆便前去七夫人那里搜 正巧看到她在施法 你这个贱人 真是你施了妖法下了毒咒 怪不得最近家无宁日了 她声称只是将大姐孩子弄没了 又揭穿了四姐的假怀孕 其他的是什么都没做过 西门庆自然不会相信 我真的没照过你 我恨这个女人 她怪起了平儿 是平儿让她得不到相公的欢心 讨我欢心 平儿对待这种蛇蟹女人不留情面 从旁添油加醋火上浇油 最终七夫人被拉去建官 金莲似乎看出平儿不正常 宪令开堂审案 鉴于道长坦白认罪免妻死罪 不过活罪难饶砍去左臂 惩戒她日后不得妖言祸重 七夫人孟小楼施展妖法 害得大夫人没了孩子 又害四夫人薛发为女 现在人正物正俱全 任凭她怎么狡辩也不用 她直言这么做事为讨丈夫欢心 仙公 你娶我为妻 我讨你欢心 难道这也错了吗 你样样逊色于人 有什么好怨的 西门庆认为她蛇蟹心肠 想让自己绝后 所以请大人重判她 大人看在是家事 便由西门庆自己来处理 西门庆解决了妖父算是消了点气 不过夏大人却觉得她有点鲁莽 毕竟家事没必要送上公堂审问 再者若被朝廷知道 可能会对她的前程有所影响 西门庆听后恍然大悟 觉得的确是有所欠头 不过已经下了判决可怎么办了 正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 官官相护 孟小楼就这么被伤掉了 牙拆看到他们动用私刑也无能为力 原来孟小楼有着下场 竟是被平儿给陷害的 除了原来的那三个稻草人外 其他的稻草人都是她放的 她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报复西门庆 春梅在门外听到后非常震惊 我要把西门府害得家破人亡 我要让西门庆尝重判清理的滋味 还有川某杀害我大哥 毒杀五大叔的潘经理 我也要让他血债血偿 春梅怎么也想不到平儿是为了报仇 也难怪花子须死不到百日他就改家 觉得他这么做根本不值得 要报仇大可去找五松抓他们到衙门 平儿对五松非常的了解 五松为人正直只相信证据 而他有的只是辱华临死前说的话 单凭一面之词五松也不会相信 春兰知道怎么劝他都没用 希望他做什么事要三思而后醒 别等到后悔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金莲看春梅回来后不太正常 想着是他听到了平儿的什么事 可他却什么也不愿说 金莲肯定平儿嫁入西门府另有目的 因此以后会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提防 这天 陈金莲又来向平儿表白 表示根本就不喜欢二小姐 这刚好被西门云听到 西门云直言他落难时被收留 如今却想要跟自己退婚 骂他恩将仇报没有良心 亏了你爹死得早 不然啊 一定会被你气得吐血身亡 要不然你应该打我 我死给你看 看你怎么跟我打个交代 西门云跑去跳海 要让他一辈子都后悔 脚下一滑差点掉下去 还好被他拉了上来 金莲你别不要我 陈金莲扔下西门云独自离去 却看到他的脚扭伤走不了 只好背着他下山去 路上又遇到大雨 两人只好躲进山洞内 孤男寡女干柴烈火的 加之老鼠的助攻 西门云主动投怀送抱 却被陈金莲极力地反抗 正巧被进来躲雨的村民看到 村民尴尬地只好离开 于是这件事被传得满城皆知 西门轻要让他们下月出事结婚 可陈金莲并不同意 然后趁夜偷了银票逃离 却被西门云看见 随后跟了出去 金莲 我求你 你别离开我 陈金莲执意要走 西门云情急之下 居然捅了他一刀 而这正好被春兰和武松看到 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 是啊 我不但不爱你 我还恨你 西门云为了留住未婚夫 情急之下居然捅了他一刀 这一幕正好被武松与春梅撞见 西门庆听说妹妹被抓上衙门 趁夜前来找夏大人商量 宁妹的性命 关键在于春梅这个丫头 如果明天升堂他的口供不变 本官也爱莫能住 西门庆来到大牢探室 看到妹妹因杀人而惊吓过度 整个人都变得神志失常 还急着让大哥带他去找金莲 西门庆将他安抚之后 承诺一定会救他出去的 然后设计将武松制开 来说服春梅做假口供 只要你肯说一句话 就可以使小姐起死回生 西门庆指使他在堂上做工 就说看见他们争执之间 金莲自己措手将匕首插入胸膛 这样便可将凶案给推翻了 在西门庆的软银监视下 春梅并未正面表态 次日 西门云在工堂之上不肯认罪 于是将案发经过重新说一点 他看着大哥的口型附属 直言是陈经济想要退婚 当晚还偷取府中财务趁夜出走 他看见后跟上去语之理论 陈经济拿出匕首鞋逼一意孤行 你是说 凶器匕首乃死者之物 是 大人 他表示在争执期间 陈经济措手将匕首插入自己胸膛 当场就惨死了 春梅上堂作证 确实看到两人在争执 在混乱之间 死者措手将匕首插入兴堂 是不是 春梅看了看武松后说道 不是 你乱讲 不是 他表示当晚看见西门云手拿匕首 直接插入陈经济的胸膛 春梅你可知道乱作口供是死罪吗 当然知道 明你所讲这句实话 你胡说 大人 我没杀人 武松也上前作证 表示看见西门云手握然且凶器 夏大人看事态不妙 于是决定将西门云暂且压下再审 武松觉得如今人证物证据权 为何不当场做出判决呢 难道你认为本官有一包屁吗 属下不敢 武松怕春梅被私下毒手 想让他暂住在衙门确保安全 西门庆听武松在暗指自己 拍案而起很不乐意 夏大人认为春梅是本案唯一证人 现在回西门府的确不太方便 于是答应了让他暂住衙门 西门庆梅能救出妹妹很是气愤 回到家后大发雷霆 成春梅吃礼爬外堂上作证 还指证阿云杀人 若是阿云有个好歹必定让他陪葬 随后让夏人进房商讨方案 大夫人则去盗灌祈祷 西门庆为了救出妹妹 跟夏大人商量来的偷龙转凤 西门云被偷运出去的时候 武松正好路过看到很可疑 果然发现西门云被劫的事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提郁 夏人们闻声四散 西门云立即逃跑 被武松追至城墙上 仓皇逃窜之际 意外跌落下去 西门云看到妹妹死亡 将内心的怒火冲向武松 认为都是他害的 武松却说是为了追捕逃犯 还跟夏大人汇报是西门庆劫狱 夏大人表示那是夏人所谓 不代表就是西门庆的意思 武松只好跟着出去吧 由于西门云已死 陈经济被杀案也便结案了 西门庆带春梅回府后 要活活地将他给打死 众人一起跪下来求情 春梅表示在公堂上说的都是实话 要杀要寡戏随尊便 西门庆正要成全他事 所有的人都跪下来为他求情 他气得是从小将春梅养大 如今却被他背叛还害死阿渝 就算他死一千次 一万次 也不偿不了他做欠我的 西门庆让大家每人打他一边 看重人都不肯起身 正挥起长鞭之时 武松突然闯了进来 西门庆见状上前与之打斗 随后拿起长剑想要杀了他 被击退后将平儿撞倒在地 武松便趁机拉着春梅桃里 就在刚刚 经联听到平儿与丫鬟的对话 知道他嫁给西门庆是为了报仇 而下一个目标正是自己 为求自保之好先下手为强 于是将此事告诉了西门庆 然后将丫鬟掳劫之道观 让从道长来又逼他说出事情 丫鬟怕道长对平儿施法 只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嫁入西门府就是为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让西门庆家破人亡不得好死 西门庆听到后突然闯进来 让下人把他押回去与平儿对峙 丫鬟怕连累平儿 静咬舌自尽 这也正好说明平儿肯定有问题 西门庆回来后质问平儿 看平儿一直在那装糊涂不承认 于是把丫鬟抬了进来 表示丫鬟已经供出他的目的 可他依然不服 直到从他的房间找出三个灵牌 这正是他先夫和花老爷的灵牌 他表示偷偷供奉只是为了纪念 可这根本骗不了西门庆 金莲让他无须再狡辩了 直言他的计谋已被识破 还劝西门庆杀死他 大夫人立马出面阻止 只好将他先关起来听后发落 金莲看他有如此下场很是得意 他为了替花家留住血脉 会尽力保住性命重整旗鼓 在西门庆未死之前绝不认输 西门庆也是看在他身怀骨肉 才暂且饶过他的性命 可金莲并没打算放过他 让丫鬟去给他的补品里下药 大夫人给他成补品的时候 正巧他突然肚痛难忍 原来是要生了 西门庆在门外焦急地等待 看到出血很多十分担心 又听吻婆说平儿难场了 如果要保住大的 就保不住小的了 西门庆虽然知道平儿要害自己 可始终对他是最为关心的 金莲因度生恨 不想让平儿看到儿子 催着西门庆带孩子去拜祭祖先 西门庆给孩子取名为官 官儿不停地哭泣让他很烦恼 大夫人想着不如让平儿喂奶 金莲一直在旁阻拦 最终决定让平儿喂完了奶后 再将官儿抱回来 平儿看见儿子很是激动 感谢了大夫人后 请求他再帮自己一个忙 若是自己有所不测的话 希望他能帮忙保住官儿 大夫人心肠善良欣然答应 另一边 武松带着春梅逃亡后 借宿在一位老伯家中时 看到了老伯的女婿正是何老九 何老九当时被西门庆杀人灭口 幸好命大没能死掉 将西门庆杀害武大郎 陷害李忠的事告诉了武松 武松得知真相后自觉惭愧 因为他指认李忠杀害大哥 导致李忠被斩首 想要以死谢罪被春梅劝解 春梅将平儿的苦心告诉了他 因此求和老九做他们的证人 然后在路上拦住十大人的轿子 要为武大郎的命案翻案 西门庆 你杀人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武松 谁也没看见我杀人 你能把我怎么样 武松为替武大郎翻案 在路上拦住了十大人的轿子 十大人答应重审武大郎案 这次要让西门庆 谈精灵 王婆这几个真凶复发 武座和老九是此案的关键证人 明天要上衙门尔感到非常害怕 只能不停地喝酒来缓解紧张 奇料他们的对话全被王婆听到 王婆急忙来告诉西门庆 西门庆也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来替妹妹阿云报仇了 于是派人放了一壶下药的酒 果然和老九将那壶酒喝下 次日和老九被发现躺在了地上 不过并没有死 只是声音有些嘶哑了 他们正要去衙门的时候 和老九岳父身体不适便留在家里 公堂之上和老九承认自己被人收买 表示那晚西门庆来找他做一件事 却在话说一半戛然而止 原来是昨晚那壶酒的哑药生效了 导致他说不出话来 武松想要带他说出证词 他只需点头或摇头确认即可 西门庆认为这么做不公平 觉得是武松逼和老九做假口供不成 便将他给弄压 然后自己想做假口供来诬告 武松直言可以让他写出供词 他拿起毛笔手却不停地发抖 根本写不出字来 石大人看他有点紧张决定休堂 西门庆没想到他居然会写字 早知道就直接杀了他 正当大家担心之时 下人出了一个主意 和老九休息之后镇静多了 可他正要写下供词的时候 看到他的岳父被挟持了 岳父为让他放心作证一头撞死 和老九迅速地写下供词后 承给了石大人过目 小人和老九与武之被毒害一案中 的确是被李中收买 和老九听到后的眼神 可见石大人故意包庇西门庆 这得益于下人之前出的主意 一方面挟持和老九岳父为逼 再者必然是私下贿赂石大人 和老九自知官官相互无能为力 武松却不肯相信 要求大人将供词打开给大家看看 可供词是证人的重要证物 自然不可随意打开 然后将西门庆 潘金莲和王婆当堂释放 因武松无视生非浪费时间 不过念在他痛失大哥不予追究 至于和老九刚刚丧亲免其受罪 此案就此审结 果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西门庆感谢了石大人的帮忙 声称府上还有很多古董珠宝 等着大人去鉴赏呢 和老九拉着岳父去出兵 遇到了西门庆再次险要 还要告武松拐带丫鬟春梅 春梅自称是心甘情愿 西门庆正要抓春梅回府 被险老九抢了大刀 飞奔着砍了过来 西门庆一脚便将他踢开 撞到墙上重伤而死 武松见状怒言他杀人 旁观者竟没一个人敢说他杀人 这让武松愤愤不平 武松看不下去怒火冲天 恨不得要杀了他 牙柴们迅速围了过来 虽然他杀了很多牙柴 可却因寡不敌众 被西门庆一脚踢飞 最终被捕 严刑逼供之下他不肯认罪 西门庆表示不想再看到他 夏大人便将他冲军塞外 春梅被带回西门府后 金莲作为好姐妹 也没想过会放走他 还得知他居然也喜欢武松 原来你也喜欢他 真想不到 我们姐妹三个会喜欢同一个人 春梅听说平儿已被揭穿了 求他能放过平儿 他自然不会 因为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潘金莲 金莲你变得很可怕 这天 大夫人好心前来给春梅解绑 然后放他离开 表示平儿自己会照顾他 然后将自己撞得头破穴头 西门庆招呼好了十大人之后 回到府中要先处理春梅 却听大夫人说春梅头颈自尽了 西门庆 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将你这个心情丢地正法 真是我想 众人被吓得急忙去抱县衙 武松手持大刀脚踢凳子 西门庆纵身跃起后 对着武松连踢竖脚 在一个后空翻接招 可扇子始终抵不过长刀 被武松给砍了一刀 这刀为我大哥 还有李忠 花老爷 花子虚 花子勇 和老九 春梅 陈文照 吴贵 光儿 还有平儿 西门庆表示都不如他妹妹的命之前 于是上前为阿云报仇 两人互相拆了几招之后 西门庆不敌被踢一脚 又被打得无招架之灵 此时一人手持凳子前来 被西门庆一扇子打死 随后与武松继续大战 两人打了数个回合后 西门庆被砍了一刀 武松紧接着凌空跃起 使用连环踢将他踢下楼去 再一跃根跳下来 西门庆口吐鲜血 缓缓地站起身来 对武松恨之入骨 不料被平儿捅了一刀 他本能以微薄的气力激励平儿 却不忍心而放下杨起的手掌 平儿紧接着再捅一刀 西门庆死在了最爱的女人手里 始终是死不瞑目 平儿抱了大仇露出笑容 你们都看到了 西门庆是我杀的 平儿 不关武松的事 平儿 他为了让武松摆脱杀人嫌疑 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 死在了武松的怀里 我们今生无辜 答应我 不要再黄泉下 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你的心愿 也就是我的心愿 两人心意相通 不说也明白彼此的心愿 平儿死后 西门庆就剩下了潘金莲 武松将他抓到了武大郎目前 然后扔下一把大刀 同门王婆也被抓了过来 王婆想要逃跑 被武松制出的大刀杀死 他认为是上天要他走上这条路的 错就错在他容貌出众 到处受到好色之徒垂涎美色糟蹋 被卖到张府做丫头就没被当人砍 嫁给武大郎后 又被武大郎拱手相让 任由张首出蹂躏 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觉得这都是他们男人定下的规条 才会摧残了他的一生 他认为男人可以选择喜欢他 可女人却只能从一而终 错就错在他爱上了两个男人 一个是不解温柔的武松 爱而不得的武松 另外一个则是多行不义的西门庆 不过西门庆比武松强得多 最起码西门庆真心待他 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不像武松一点感情都没 如果当初我还是黄花闺女的话 你敢说你不会喜欢我吗 你敢对天说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没有 武松觉得他独如蛇蟹还想颠倒众生 既然生下来是女人就得认命 他依然不觉得自己做错 即便是诬陷了李忠 那也只能怪平儿抢走武松 后来想一心一意的对西门庆 谁知平儿又要来抢 我根本就没有错 错的人是你 是你害得我们姐妹反目成仇 根本就是你毁了我们三个人的一生 武松看他临死还不知悔改 想要杀他却又停下手来 金莲最后自己主宰了命运 同时也成全了武松的大人大义 选择自我了断 潘金莲的一生就此落寞 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武松 不过也还是被逼上梁山 主角虽然都死了 却证明了邪不胜正 百事轮回之后 潘金莲的命运依旧坎坷 还被卖到了一红院做花鬼 他阴生的貌美如花肌肤滑嫩 被众多土豪争先哄抢 于是向面瘫的男子求救 公子 救我 这个平平无奇的男子 似乎对女人不感兴趣 一心只想着扬名立万 然而英雄难过美人观 黄花树下不见不散 成了两人之间的约定